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请主委 蔡主委 李委员你好 蔡主委你好 首先请问就预算的问题 你们整年度的预算 准备要减掉4500万 那是因为政府 大概有一大部分是统三 统三 所以你们先 我们立法院还没开始审你们先统三 因为政府整体的预算 大概 大概是比较困难 那这样子的一个 删减对你们的这个 营业营运 你们的经营 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们当然就是 尽量能够调整到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我担心的是 譬如说你在支出的 删减部分或增加部分 你在这个 删减的部分 譬如说是这个有关 核安的部分 你做了删减 那可是在发展的部分 你做了增加 发展没有啊 应该是说在做这个 环境 譬如说叫环境能源科技的研究 你做了减少 发展的部分叫做辐射应用科技研究 你做了增加 是不是在安全跟发展上面 你选择了一个 比较倾向于发展 对不起 所以这个委员讲的是 核能研究所 就是科技计划的部分 对 一共有三类是吧 对 OK 你的核能安全研究 环境能源科技研究 都是三减的 但是辐射应用科技研究 那你是增加的 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感觉是 你比较倾向于发展 而比较 比较稍微把这个重点放在发展 而比较不是在安全上 其实也不完全了 我想 我想这是一个全面 检讨的过程 那这个 所有科技计划 其实是要经过 国科会很严谨 包括我们 原能会会内也会审查 这一个很严谨的过程 那最后会有这样的结果 一定是中间有一些原因 不过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 这些原因 当然跟这个 跟这个 这个任务 或者是说 跟每个个别计划的 这个过去的绩效好不好 等等 都会有一些关系 因为你可以看到 可是跟 从我们从原能会馆 这个 这个上级机关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辐射应用 这个部分 包含的 不只是在 核能电厂的部分 它其实也包含一些 像核一药物 我了解 那那些 我相信是因为有一个计划 应该是跟 跟这个 医财 是不是跟医财有关的 对 就是肝癌治疗有关 那那个部分 因为是一个 比较紧急的 所以我们跟国科会申请的 是一个 是一个 那个叫什么 特别额度的 这个计划 那那个计划加进来 才会增加 所以它跟 所谓的这个 安全的管制 什么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 那个是 那个是一个技术的应用 我知道 现在只要 所以原 因为你可以看到 大多数的委员 在质询上面 都是 把 把我们的园农会 重点放在 安全 是 但是你似乎也扮演了 产业的政策了 那个是 产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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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也扮演产业的角色 产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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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OK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们还是要评估一下 就是说 到底如何来 分配这个工作 让 符合社会的 关切 我了解 我了解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这个是很多历史的因素 这样累积下来的 那 我认为 这个原子能的民生应用 也不能光偏废在核电 所以很多其他的这个应用 其实也需要 所以 所以那个部分 为什么在核能救所 还是一直维持 并不是 核能救所都一直在 帮原能会做管制 所以这一次的主改 才会刻意 把管制跟发展要切割 我想这个 假如主改之后 我想这个部分 就会比较明确 就会明确 我其实要说的是说 你增加那个研究发展 我没有意见 但是安全这个部分 你减少 不要受到 受到影响 对 是不是有排挤的效应 会影响到 跟委员报告 没有 好 我希望你们是如此的 因为社会 其实关切的是安全 是的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在这个 刚刚也提到 这个断层的问题 那这个断层本身 它可能影响的 产生海啸的这些问题 到底这个评估是谁来负责 当然对核能电厂的部分 第一线负的责任 当然一定是 这个电力公司本身 那 比如说评估 评估 对 对 评估 包括 刚刚前面也有委员问到 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包括 用这个 这个 过去历史的资料 或者包括这个 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那个 刚才有名词我忘掉 就是要 要从 从考古 对 从考古的角度 再去做更远的 一些追踪 然后包括从这个 工程的这个角度 所谓工程角度 事实上就是 国科会的这个 海啸小组的做法 就是从它的地震源 先来做这个 鉴定 然后再从地震源 去做分析等等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 这个 这种 approach 那对 安全管制机关 来讲 每一个不同的 这个角度 来做的分析 我们都会注意 OK 我希望在国际合作的 这个领域上面 是 你也可以跟日本 做进一步的交流 有 有 事实上我们 在 应该是上上礼拜吧 就有一个 日本的一个团 来跟我们 讨论这个 海啸的部分 因为我们跟这个 日本相关的官员 在沟通的时候 它的防财 这个防财大神 然后前两天 也有一个日本的团 来跟我们讨论 这个所谓的免震动 就是这个 这个seismic resistance 的部分 那个是技术克服的问题 我是说要做评估的部分 都有 那么他们有金电脑 这个电脑系统 也可以来看看 做同样的 类似的模拟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 我去参观了核电厂 我想了解一下 刚刚也有 刚好徐天才委员 也提到 就是违规的问题 是 你有没有分析过 这些违规的原因 特别 一直都在分析 我知道 这些东西 不是它的本身 是什么地方的技术问题 而是人员的问题 是啊 请问你 这里面有多少是 核电本身的员工 台电本身的员工 有多少是外包的员工 细节我就不清楚了 有没有统计 陈处长能不能 答复 就是外包的部分 因为到 最近这几年 我刚刚讲过 其实次数已经减少很多 而且大部分是发生在大修 那大修的过程里面 当然 只有一些包商 对 也有一些台电的员工 所以说这里面 我可能没办法回答 我不晓得 有没有考量过 目前我们并没有把人为的疏失 做这个包商 跟台电的这个分 去划分了 但是在大修的时候 所造成的疏失 绝大部分都是包商 没错 本系对台 对核电一窍不通 可是本系对管理 还有一点点概念 OK 我去参观 不管是核四也好 或者是已经在营运的核二也好 我发觉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包商的管理 我看他们很辛苦 我的第一个直觉是 工厂工地有这么 或者工厂有这么困难吗 这里面的员工 看他们很尽责 可是从他们 单单从他们的衣着服装来看 我就知道会出问题 几率比较不高 因为他们的那种态度 就告诉我 他们的这种身上的衣着态度 我就知道他们的工作态度 我非常紧张 我特别告诉台电的负责人说 我暗示他们要做好 外包工程人员的管理工作 我真的是很担心 因为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员的感觉 就像我们在盖房子的工地的工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Quality Control 这个东西态度决定了品质 所以我这边郑重的呼吁 我还是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我还是以再来强调三级品宝 这个包商 但是第一级 他必须要做到 包括刚刚委员讲的 他的工作态度 或者他的专业 还有他自己本身的监工等等 可是台电自己本身要负责第二级跟第三级品宝 当然 第二级跟第一级品宝 但是事前的预防比事后的补救更重要 这些品宝都是事前 我们从和事来看 我们从和事的新建就知道 管线要重新拉 要花多少钱 这就是一种态度决定的问题 当然台电本身的员工也需要去改进 可是相对而言 我觉得我们的疏忽的地方 是外包的工程人员的管控 他们有没有符合一个安全的标准 训练上面 工作的方式上面 有没有符合 我觉得要强化 好不好 是的 我再请问一下 中国大陆 您刚刚也提到跟中国大陆的签协定 是不是 去年签 签的协定内容是 主要内容是什么 主要是两个大部分 一个就是 我们跟对方的管制单位 会有一个技术的交流 资料的交流 那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提升双方的 这个安全管制的这种技术跟水准 然后资讯透明化 那第二个部分是这个紧急应变 也就是说紧急的通报的这个制度 那这个部分我们 这个从开始生效之后 已经做过好几次测试了 我印象里面大概至少三次或者四次 那今年每一季一次好像是 那今年的这个核安演习在九月的时候 也做过一次测试 那不过我想重点是还是未来的交流 我们还是希望说透过这个能够让资讯公开透明 然后我们双方对于安全的意识 技术都可以提升 根据这个中共的十二五计划里面 有关核能的部分 它在2015年要建置核电容量 那个是比较属于发展的部分 对 它的四千万千瓦 我们了解全部是沿海地区 好像有些是在比较属于里面 不过大部分 大部分是在沿海 主要 它安排核电应该是在沿海地区 是不是 那请问一下 它的布局跟我们的安全的关系 我们有没有做过评估 那评估以后 我们怎么样实际上能够真正做到 有效的安全的防护 或者是安全的撤离 我了解 我想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对于大陆那边核电厂 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过去原能会是有找专家做过一些评估 那我从辅导事故发生之后 也稍微去了解了一下这个评估的内容 我发现说还不够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辅导事故 其实是提供给我们一个 要做境外核灾应变的一个准备 那过去我们确实 所有的紧急应变没有包括境外 那这一次的核安总体检 我们已经把境外核灾的应变已经加进来了 那至于说 它的布局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 这我想 这个 之后我们再做一些评估 不过简单的来讲的话 以辅导事故的经验 我们认为说 一个2000公里的这个核灾 对我们的影响 其实绝大部分还不是在直接辐射的影响 而是一些心理上的冲击也好 或者我们的侨胞啊 或者什么等等的这些 我们的这个食品的进口啊 什么等等 那这些我们建立起来以后 同样的也可以用在对岸的部分 那所以我想我们是会逐步的把这些东西落实 我最后一句话 我最后一句话 做个结论 美国有个物理学家给总统一个物理科的一本书 里面谈到Chernobyl 真正影响的是它的风 是它的和服 和服是它的落成 所以呢 我为什么要心里看地理区域的关系 原因是西南风跟东北风 对台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 没有错 不过还是有一段距离 我知道 所以你要先知道它整个问题 然后要跟气象配合起来 才知道问题 是的 谢谢 谢谢